我百分之百确认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根本都没和中间人见面 走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路线 拐了好几道万 对方无论如何 也捋不到咱们这边啊 进来 程总 康律师到了 请他进来 好 康律师 方总 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 应该的 请坐 好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突破性进展 我律所有一位调查员 他在旧金山各个警察局 都有一些人脉关系 昨天晚上 他和触罚书车的那位 公路巡警的女同事 约会的时候 这位女同事说 那个公路巡警 亲口对他们讲过 她的中文水平并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不是肖青提供证词 证明书车提出顶包的话 她并不确定自己在现场 完全听懂了两人的中文对话 这个女警我们可以搞定 有可能说服她 作为我们这一方的证人出庭 不要可能 要必须 康律师 这份人证 拜托你落实 弗兰克 会提供一切的援助 我敬你而为 还有一个 可以左右法官判决的关键点 就是肖青 肖小姐 喂 肖小姐 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妙淫父亲的助理 王若南 我今天专程而来 有个重要的事情 想和你商量一下 好 我来 是想和你谈谈书车的听审 有进展了吗 律师正在制定辩护策略 做各种因素准备 也出现了一些 对书车极为有利的证据 那太好了 看得出来 肖小姐也不希望看到书车 会有不良的判法 当然 毕竟她有事情有可原的 肖小姐这么想 那太好了 我来 就是恳求你帮这个忙的 我能帮什么忙 你是这场庭审的关键点 如果你答应帮这个忙 书车的起诉 就会被撤销 那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做起来其实并不难 在法庭上否认 书车向你提出过顶报 你是要让我翻顾 或者说 换个说法 我也替你想好了一个 顺理成章的解释 你只要说 被带到警局单独询问时 并没有听懂 警察问你的问题 我这么说真的可以帮书车 吹销起诉吗 不还有那个 公路巡警的证词吗 律师有了巡警亲口承认 在现场 并没有完全听懂 你和书车谈话内容的证据 我向你保证 如果你也否认 书车一定会没事 我想知道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不是书车 也不是妙盈 你放心 我来找你 他们谁也不知道 也不会让他们知道 这件事 极为保密 看得出来 萧小姐有些犹豫 但是我肯定 萧小姐肯定不希望 看到书车 会有不良的判法 另外 关于答谢 我开门见山 一旦你答应帮这个忙 三年的学费 不需要你自己付了 给我一个账号 每年 我定期转账进来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三年的学费 大概十五万美金 我没说错吧 这样 萧小姐你消化一下 慎重考虑 慎重决定 你怎么办 这个是我的名片 请你在明晚八点前 给我个电话 告诉我你的决定 后面的事 就不用你操心 明晚八点 等你的好消息 再见 我 十五万 小孙女 你怎么的 我会快到这里 我会被试图了 我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被试图了 我 这次是你 你会被试图了 我会被试图了 你会掉到一副 I'm so sorry, I'm sorry. My girlfriend is breaking up with me. I need to respond to her text messages. You know, girls. Yeah, I know girls. You know what?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s. Unfortunately, I'm going to have to fire you. So, here is your money. Good luck with your girlfriend. I'll give you an email. You把内工人给解雇了? 不然呢? 你看草给我剪成什么样了? 那岂不是还得重新雇人? 是啊,我自己又不会剪. 那...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 你这工作实薪多少钱啊 一个小时十五美金 那不如就雇我呗 我反正要比外部的便宜 我一个小时十美金就够了 你会剪草吗 当然啦 这些东西啊 我在学校义务劳动的时候 全都做过 不过呢 我只能给你弄这些 没有修剪过的 那些修剪坏的 只能让它自己长出来了 你真的会吗 吃个一块 你肯定不饿啊 算了吗 怎么样 这件事可以通过吗 没问题 小姐 以后这个工作都会归你吗 你还有其他什么样故人呢 你都可以找我 你不会什么都会吧 家里水管坏的你会修吗 没问题 我家水管堵住 都是我那里修工的 只要啊 只要那些需要用到 水管输通机的程度就算了 对 电路维修呢 可以啊 你不借个保险丝啊 换个电池 这些都难不倒 你还会干吗 我还会组装家具 比方说衣橱啊 书柜啊 床架子啊什么的 小姐死了 房顶坏了 你能修吗 内涵真不会 饿我平行 小晴 我觉得你真的不像大陆过来的学生 不像他们一个个都是土豪公主少女 这样吧 今天的工钱给你 谢谢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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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托 чет 他不接 还关机了 爸你找我 坐 好 爸 一直不想让你知道的 可 现在有件事 必须得你去做 要我做什么 去找萧青 让她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 帮什么忙 请她在法庭上 否认书车 提出个顶报 而是这样 现在书车的事情呢 有了一些变化 康律师找到了能够推翻 那个公路巡警说法的证人证据 如果你能够说服萧青的话 书车 就能够被撤销起诉 好 谁知道 我这种不想让你 我们做的事 我来说 不是 你们可以不想让你 你也要不想让你 这种事情 都会看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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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 所以在我开口之前 你已经知道为什么来找你了吧 在我之前 是不是已经有人找过你了 想毕业开出的比较诱惑的条件 但是都被你拒绝了 都被你看到了 这就是我爸的处事风格 闷身不想搞定一切 这次是被你拒绝了 他实在没扯 只好让我出马 打友情牌 我爸 他一直在做我的保护伞 他用他的处事哲学和人脉 为我解决麻烦铺平道路 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 心存感激 还是感到不适 而更多人 都希望自己的父母 能够给予这样的保护和帮助 可是你和舒彻不是那样 我和舒彻比 我既没有他的勇气 也没有他的指令 好 我答应你 这就答应了 我还没开口求你呢 从小到大我最害怕两件事 求别人 让别人求我 两件感觉都太糟糕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要努力有一个 只求自己的人生 谢谢 请进 请进 你怎么也在啊 考虑上我一起来的 快来 坐 您坐 地方法院下达了开庭时间 就在三天后的星期五 请进 今天请二位过来 是为了讨论一下 庭审情况 之前我律所的调查员 走访接触到了 处罚书彻那位巡警的女同事 听她亲口证实 她们警戒同事在私下聚会的时候 都对那位巡警的中文水平表示佩服 但是 她当众承认 其实在当天现场 她并不确定自己听懂了书彻和肖青的中文对话 只是猜了个大概 后来回到警局拿到肖青的证词之后 她才确定自己听力无误 那这些信息能说明什么 说明警察可能会犯错 误解了你讲话的内容 我已经拿到了这位女警的书面承诺书 保证她三天之后会出庭 提供她们私下谈话的内容作为证词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质疑警方的证人证词 否认妨碍司法公正的证词 不认识 可是她们那儿还有肖青的证词啊 妙小姐敢和肖青见了个面 让她来告诉你她们沟通的情况吧 我去找肖青谈过了 你跟她谈什么 她表示她会在出庭的时候否认 你向她提出过鼎包的请求 她已经向警察提交过证词了 前后证词不同意的情况 她的情况经常发生 也很容易解释 肖小姐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 现场又没有翻译 所以她并没有听懂警察的问题 给了警察错误的答案 她真的会这么做 没有 没可能变成人视频 终于公园的情统 恐多人 又恢复了 就是说 一切就是在法庭上 证证 所有听词 什么 可以有利益法 我们要去帮助 其他让我们提中 还有权利益法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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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en 对于驾照被吊销毫不知情 所以吴赵驾驶并非出于主观故意 我估计 你被指控的四项罪名当中 只有超速会被法官认定 最终判你一个轻罪 避免入狱服刑 这也是我们能争取到的 最好的判决结果了 就是说我要在法庭上撒谎 我只是建议你不认罪而已 你去找萧卿为什么实现没有告诉我 我告诉你 你能让我去吗 他没有错啊 他为什么突然答应反攻啊 他坚持个人原则不代表人家不尽人情啊 晓芹 其实跟大家都一样 不希望你的未来因为法庭判决受到任何影响 你现在许诺过什么吗 比如说开除某种交换条件 没有啊 我为什么要向他许诺 真的吗 我发誓 妙音 从事发到我被带回警局 满脑子想的都是否认和逃避 可是在后审监狱那几天 我突然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我不想在为底来挣扎 犯下的错 就算你可以把它从现实当中抹去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从心里抹去 你会发现它总是挡在你的前面 你永远都跨不过它 可是有很多人 康律师包括你 都在瞒着我 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是吗 我们都是为了你吗 六年前 我爸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爸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叔叔 我们这么做 都是为了美好 我们大人 十二岁 elite 你倒也倒也倒也倒 êtes 快走 放开 出车 记住 我要对另一人说 车是你开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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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创莫惑 难道要小权叔叔 替我领导吗 不然怎么 承认肇事者 不是淑市长的司机 而是他儿子 让交警大队查到他儿子 还在学车并没有拿到驾照 这样你就是无照驾驶 致人重伤 现场逃逸 并琐使他人领报 你触犯了刑法 构成犯罪 犯的是交通肇事罪 处于一年到三年的刑期 再往后 你入狱服刑留下案例 让美国大使馆拒签 奥菲尔成了一张废纸 留选美国化为泡影 请问这个结果 你能不能承受 能吗 不能 是吧 那就听我安排 那如果小权叔叔 替我的话 他会接受什么样的处罪 以普通交通肇事处理 小权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 不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更不会禁止 那就算你不做了 这也不是他应该承受的惩罪 但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了我会给他额外奖务 那我 那我 你不要知道 那个女儿 她怎么样 情况 应该说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会尽力救治 包括支付他救治的费用 以及他父母提出的 一切经济需求 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家出的 我们不会推卸责任的 我们赔偿一步到位 让对方满意 我还知道他伤到什么程度啊 他伤到什么程度 与你来说毫无意义 这是一场意外 从现在开始 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您要做的就是 考下驾照 拿到F1学生签证 然后去美国留学 那我就是要当作 我没有撞过人 没有犯过错一二一 书车啊 你现在还小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 常人犯错损失的是自由和钱 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常人 你损失的不光是自由和钱 还有常人没有的东西 知道是什么吗 冥王 自由和钱受损 毁不了人的一生 但是如果冥王受损 很有可能啊 就会输掉整个人生 就会输掉整个人生 所以人生最输不起的是什么 冥王 在不损害受害人的利益的前提下 让把自己的冥王的损害 降低到最低程度 这是一种必要 冥王 书车 我们这么做 都是为你好 在不仅上 做厌 所以我们正在外面 你知道我需要 你得到家里的家来 然后你找人 우나 不 我们 我们上一座 我们下来 我们下午 去 喂 喂 我书彻 有个事 想跟你当面聊一聊 有空吗 可是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那你方便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那行 我发信息给你 行 谢谢 拜拜 小小姐 抱歉又来打扰 今天我是来致谢的 谢我什么 谢谢你答应妙云的事 我答应是因为她来找我 不是因为你 了解 因此我更加地欣赏 也更尊重小小姐 这次我来 我是邵人都拖 把这个交给你 这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但这次我来 输车妙云依然不知情 另外 我还有一句话转告给你 上次见面答应过你的一切 这次依然有效 再见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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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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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把东西还给你 既然没有反悔 为什么要还呢 因为 我是出于人情 而不是因为这个 既然你都出于人情答应了 也拜托你出于人情事故 体谅下我的工作 如果你坚持归婚 一旦后面发生什么变故 最后一定会归咎于我办事不利 你确定没有反悔吗 没有 但我不能接受这个 就算一定要还 也请你不要现在还 能不能等庭审宣办后 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 我今天必须得还给你 要不这样吧 你在哪儿你告诉我 我去找你也可以 萧小姐 我这几天都特别地忙 跟着程总参加商业谈判 不会固定待在一个地方 所以 抱歉了 我们过几天联系 拜拜 我来 你不要找我 立正表情 我去看家庭 只能玩家庭 我还有你 我去拿马来 多做玩家庭 像我把他带来 我去找家庭 你没想到 去拿手 她那我去拿手 你好 请问温若南在吗 是他约我过来的 抱歉 他们一个小时前已经拆了 一个小时 你方便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因为他需要一份重要的文件 如果你告诉我的地址 我可以马上送过去 他陪程总在彭墙商务会所招待客户 你好 小姐请问您有定位吗 我朋友已经到了 麻烦您帮我查一下 我业机场汪先生定位 好 我请人带您过去 谢谢 不客气 豆腐 不知道中国菜你们吃的习惯吃不习惯 来 尝尝 尝尝 来 尝尝 尝尝 来 来 喝酒喝酒 来 吃 我真是佛了你了 这儿也能够追过来 你就有几秒钟的事 你非得逼着我 旁边大半个旧金山 你这姑娘真够轴的 你该不会是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对我们阳凤英伟 到时候在法庭上 摆书车一道吧 我既然答应 就不会反悔 不是 那你为什么 非要追着还呢 你是不是怕妙营书车之道 你会干干的 你放心 这件事你知我知 我不要不是怕任何人发钱 而是我只要拿着它 我一分钟都得不到安生 作为一个法律生 你的心理素质需要加强 我并没有打算 要在这方面加强 这样吧 我给你交个师姐 这辆车是公司买单 并不是某个人的钱 而且这点钱 对于委员来说 九百十一毛 根本没有人在乎 我不管你们在不在乎 反正我在乎 我再给你交个吃底 因为这辆车买完 并没有办过户 只要你不办过户 车就属于公司财产 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 你想什么时候还 就什么时候还 我现在就想还 两天 你就当是为了我 求你开两天 我一分钟都等不了 请你拿回去 你这姑娘真是软硬 不吃油烟不进啊 行 那也等我一下 我去趟卫生间 就回来了 你别跑啊 汪若男 你出来行吗 喂 是前台吗 你这样在里面 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言而无信 汪若男你能出来吗 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请问您是到我们餐厅 消费的吗 我过来找我朋友 刚刚我们前台 接到投诉电话 说您打扰到我们客人 所以先请您离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这边 这才几天呀 就爱恨纠缠 你怎么在这儿 应该是我问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这儿 上门拒绝人家 结果反陪人家拒绝 对吧 你看见了 老汪就送你这车 他送也不破烂贵的 可贵贱没关系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第一次见面就几天前吧 何至于呀 至于什么 老汪这是突破天性的 我从来没见到 这么丧情病狂过 什么 我懂了 这才是老汪压抑三十年的自我 来到山高皇帝远 媳妇执法不到的国外 最后终于释放了 我跟你见了不过就三次 你已经安排了我做三回 不同人事的小三 包括你自己 那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自带 小三气质吗 不 恰恰相反 你在我眼里一身浩然争气 我求你了不要再猜测我了 好不好 对于你对我的猜测 没有一秒钟是靠谱的 要不你跟我分享你的秘密 让我靠谱呗 跟你说个正经的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 亲手交到他手里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那这算咱俩直接的秘密 你要想算就算呗 行 我帮你 但你也得告诉我 我们之前发生过什么 他为什么送你车 等这事过去了不段时间 再告诉你 行 记住啊 必须得交到他本人手里 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你不用去吧 沙奔 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你故意 但是你不知道